你看什么呢 娘子说了 她要收拾包袱 跟我回济南了 唐大人 今日 真的不是我要告你 实属是二统看不过去 给我出气的 我也知道 今日你在大堂之上说的那些话 都是你的权益之计 那老贼拿我的命来要挟你 你是为了义气 才不承认 对我娘子感情好 你想多了 宗应林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不管你我如何选择 他都有法子治你的罪 只是苦了他 明白明白 为了我们两个人不受账刑 您受委屈了 我诸大宗记着你这份情 今日是我对不住你 我身上除了这些银两票子 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 这 真是我 你不清官吗 安置刘明刚好需要花钱 收了也好 收了 我也好安心得娘子走啊 他答应了 这 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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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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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深 可是宗义霖那个老贼盯着他呢 就算没有二统的这一次 还会有下一次有无数次 这一次次 他是既伤身 又伤心的 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我说不出口啊 你能救他一次 你还能救他几次啊 唯有远离这是非之地 才有生路啊 唐大人 你说得有道理 我知道 你嘴上这么说 心里想着 我是趁人之危吧 不过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一次 这一次 我真的没有任何死心 我只希望 他可以平安无事 每天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我们应该如果 满足啊 恋爱我 我还要你 对我 爱你 我爱你 你得都帮我 你不愿意 我叫你 你会尝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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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所做住你的 自由和你 来去若风的洒头 也做住你的 怎么了 雷茵姐 朱掌柜的送了些冰粥来 这会儿温度刚合适 我给你端来了 你吃一口吧 我不吃 你们吃吧 雷茵姐 你真的打算走了吗 出去吧 来佟陵的这段时间 剑法都荒废了 怎么着了 看你脸色这么差 你也吃憋了 趁着师爷不在 要不然 咱们把这个爸爸 可不敢 我一直以为啊 这世间万物 都应该有个交代 可是唯独他 可是唯独他 我是猜也猜不透 留也留不住 总感觉 抓不住的 放心吧 太阳师爷 只是一时冲动 等他想清楚了 你再跟他说说就好了 但愿嘛 对了 这个宗颖林 离开同龄了 早走了 我让从事买的宗走的 宗颖林这个老贼 总是搞突然袭击 杀你个措手不及 总有一天 我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顿 不急 他的账 我们慢慢算 됐 对 对 我 不好意思 谢谢 胡兹